新的14秒進攻機會 高國豪繞過了Arteno 空中馬膽對抗 這是高國豪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這場比賽 反正最後還是要回歸到 不管在任何的球員隊位上面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 整個團隊的攻守 那其實國豪本來 本身的分能力就從以前 大家就很肯定了 那其實我覺得 在這場比賽過後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經驗 可以讓國豪過去思考 就是從 李素豪身上去學習一些 帶隊的領袖氣息 跟整個帶隊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是 在看 我們在帶國豪看影帶 或是看比賽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去體會 所以我覺得這對他來說 是非常好的經驗 那我覺得國豪在今天整個 上下半場 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那其實我覺得 國豪在下半場 能夠得到這麼多的分數 是因為他會把他的 攻擊先釋放出給隊友 然後才會到他身上 那他今天國豪比較輕鬆 那我覺得這場球 對國豪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那我們也期待 在下一次比賽的時候 國豪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大五 往前面給小烈第一時間 攻守上籃得分 這個是暴走兄弟的連線 才一開始 工程師六比零 而且高華連續跑了兩個派攻 這對他自己在場上的自信心的提升 找回感覺都很大的幫助 這球太高難度了 今天他很多top shot 嗯 至少有兩個 二十一比十六 二十一比十六 智傑比一個假動作 另對管打右 這一球塞得漂亮 鮭魚 在籃底下成功拿下封數 這要歸功於智傑的送球 那當然周鮭魚可能也很了解 智傑的習性啊 因為像 他在投籃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會跳在空中時間比較久 球再交回來 繞過了Washband 往進去接入空中 剛成功打到小夫 小白好球啊 這一球我想說 小夫感覺對於這個火鍋十拿九穩了 結果他在空中停了兩拍啊 這一個妖力相當了得啊 應該是建立的非常多喔 沒有 換鮭魚來面對冠了 周鮭魚也要打進去 一樣是口袋裡面超出來的兩分啊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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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換國王這邊要多反應 我有失誤了 阿ティノ的超級成功 多打掃機會喔 阿ティノ直接上來一個球手的 單臂飛空 ל kayak 1R 3 3 3 4 5 4 4 5 油箱裡面還有油啊 對 沒有錯啊 這個連續彈跳的能力還是可以 現在是打的工程師要來喊出暫停 麥尼高這邊起動 麥尼高我的超人 在新莊城堡起飛啦 太扯了 剛剛這一個預約下週的十大好球第一名 單捷十六分的演出 麥尼高第一時間要扣 這一球彈得更好還是進去了 天啊 今天第四節就是麥尼高的局 連這樣的球都能彈進 我今天就是麥尼之夜了 哇 現場的球迷朋友沒有一個是坐下來的 來看一下這個第一時間 直接要扣 最後球彈了一下兩下三下 最後彈進籃框 彈下又是一個機會了 包夾過來 來看一下李佳瑞的空間 李佳瑞 右手的占撫式飛扣 看看能不能幫助工程師穩住這一波氣勢啊 太精采了 天啊 我看了什麼東西啊 不覺得看本土這樣子可以扣 也是更開心啊 對 yeah 來神會 你好 ∑ 來神會 這一次 感谢观看